三年前在第六十届柏林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编剧英雄奖的王全安旧作《团圆》将于9月19日中秋档期上映 9月15日该片也是在上海举行了超前典印 导演王全安写主演卢燕、莫小琪、林峰、马小青、徐才庚五大主演的超强阵容与上海的观众肯谈交流 莫小琪在团圆中的扮相相当清新 跟现在性感女神的形象可谓判若两人 不仅如此 作为一个北方女孩 莫小琪还特别花费精力练习上海方言 力求神似片中那位青色的外孙女娜娜 就是说那封信来来回回来来回念了一个多月 总算很有感情的 用上海话把它完完整整的演了几遍之后 导演说可以换普通话 所以其实就是每天点滴的积累吧 有的时候导演他不太喜欢演员去预设这个角色应该是怎么样 每天很多时候我们到了现场才知道说今天的剧本是有什么样的调整 台词可能都是新的 所以他喜欢你们生活在这个状态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是跟拍文艺片和拍商业片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此间李成和张欣宇一年恋情告吹 作为李成好友 莫小琪无奈地表示自己还暂时没有联系上李成 我有打过电话那几天关机 那几天可能在纽约吧关机 我想可能等一会儿还说再打一个电话看看 在你们看他们说他跟张欣宇的那段情 身边的好朋友是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在一起就祝福分开也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